約會的時候呢 要怎麼樣 讓對方開心 可能用言語吧 談吐啊 Token 不是 你都沒有啊 你說吐冰啦 談吐冰 你是吐糖還是談吐 談吐 如果這樣好了 我們有一個最簡單的 就比如說像國外 或者是一些比較成熟的人 在第一次約會 他會準備一個小禮物 對... 但是禮物喔 注意 禮物不是用錢買的 是用 來 一人選一位好不好 那孫生喔 孫生喔 我先送禮囉 來 餵娃娃臉 要到本輪送禮的環節 我先挑一位嗎 你挑哪一位 我挑哪一位 先選一位 那個背基好了 好 要顛覆就他的形象 OK 你送一定會更加雙倍 會不會 送你這個 背基塔 打了 背基塔 可是你怎麼送他 這是你想收到的禮物 對...我喜歡 我會送我喜歡的給女生 我有在follow你喔 我知道你喜歡這個 你如果認識那位女生 他有在follow你喔 欸 你喜歡胡子又follow他 要不要改送 背基塔 要不要改送 那句話說是背基 所以送背基塔 對 背基塔 那你如果認識那位女生叫 罐頭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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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罐頭塔 你要送誰 先說 一樣 送給冰淇淋 謝謝 這個 配對成功了 配對成功 對 這是什麼 這個是我去北海道 帶回來的一個 那邊很有名的一個甜點 然後原本我就只有買四個 然後想說每個禮拜再吃 等一下 對不起 你去北海道 這個小小你買四個 對... 我去北海道 你行李這麼小是吧 如果我買一小就不珍貴 但是我只買了四個 OK 然後剛好在這保存極限內 碰到了你 所以說你就是 比較過期 你就是在買這個 貨物餅的時候 前一花光 差不多 但是這是我真的很喜歡 前一段花光還會想到 而且它本身就是一個話題 假如你看過了 我們還可以聊一下 去日本的東西 如果沒有看過呢 沒看過我再介紹給它聽 OK 那你介紹一下 講完了 六花亭 那這樣都是一種 對 來 地東 地東要送誰 送... 送子函好了吧 對啊 沒有 好了好像很勉強 不是啦 沒有 因為我跟你講 他在掩飾自己 對 我懂 早就選進 送足不錯 好極了 而且全部人 把子函選走 假裝分 因為第一次約會 我覺得你送很貴重的 女生也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表達 是 又會怕什麼 太刻意 有壓力 所以我覺得要送那種 就是隨手可得 比較好買到的東西 要送這種泡泡糖 它有那種甜甜的 戀愛的感覺 他們在約會的時候就可以 互相吹泡泡 互相吹 然後重點是你們 結束完那種 你不要吹我 你吹泡泡 結束的時候 他還在吹這個泡泡糖 還在吹的時候 想到你 代表他想到我 阿哥不會吹泡泡 我可以教你怎麼吹 怎麼吹 這樣也是滿浪漫的 一語雙關 那時候我時候請吹他 這樣之類的 剛剛這樣三個女 覺得孫生的很有創意 然後會讓你有興趣的情緒 我剛剛舉手是不是 我得舉 算 沒關係 這可以負血 這可以負血 負血 對 負血 因為我總要血量刺激 那第二個這個什麼 然後 六花亭 很要行 六花亭的 民產小甜點 他只買了四個 有感覺的請舉手 謝謝 怎麼你都舉手 謝謝 女生喜歡甜點 幹什麼你 想跟他在一起 因為他有吃 我不擠 我不擠 那覺得張立東那個 泡泡糖 吹的泡泡糖 還教你吹泡泡 而且吹到有你有我 想到你 想到我 然後他就吹 戀愛泡泡糖 還有兩票 不錯 他每個都舉手 你是不是很餓 你是不是 每個都吹 你是不是很不挑 被發現 送什麼都可以 真的很射手 惡人的東西 你是不是很不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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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很不忍耐